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发手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我们这节课继续向下介绍我们这个新的内容 好 那么讲课之前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这节课的这个重点和难点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它主要的内容是系统级的设计和功能分解 那么它的重点呢 实际上是我们如何对一个项目进行这个系统级的设计 要了解这个功能需求 对这个功能进行分解 然后呢将一个大的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的模块 最终我们实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底层向上层实现 那么设计的时候是自顶向下设计 这个实践和设计刚好是相反的过程 我们将一个大的任务大的工程或者是一个难题 分解成一些相对于好解决的小问题之后 那么我们再从底层一点一点向上去解决 解决到最上层的时候 你这个项目也就做完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难点是什么呢 难点是要理解一下这个VR眼镜 它的这个成像原理 那么这个可能需要一些光学的知识 以及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所以大家这节课呢要跟上节奏 我们这个VR眼镜的系统组成呢 上节课说过它包含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这个眼镜体 就是这个小纸盒眼镜 一个是我们重要的这个播放器 也就是我们这个手机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遥控器 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 这个小盒子是盖上的 这个手机紧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没法操作触屏的 我没见过有谁能隔空触屏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遥控器 来代替我们对这个手机进行操作 但是除了这三样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是耳机啊 你打游戏的时候可以让别人听见 万一你自己在那偷偷看小电影的时候呢 你不用耳机是不行的 所以注意啊 这里面画一定要有一个耳机 也别吵到别人 VR眼镜它设计成这样的模式 就是也是为了对观看内容的 这个隐私性的一个考虑 因为它整个扣上之后 整个就别人都看不见 你在看什么了 属于你自己的私人影院 你爱看什么看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眼镜还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呢 我们这个眼镜是一个虚拟现实的眼镜 所以呢 看到的东西肯定要接近我们正常生活中看到的东西一样 那么它就一定要看的是3D的 它能看3D的视频 那么同时也要能玩3D的游戏 就我目前的了解啊 这个3D游戏能正常玩的却是不是特别多 我从 我从这个网上买的眼镜 它带的这个资源里面好多资源有 一个多T的资源吧 那里面的游戏能玩的非常少的 基本上都是打开之后都是显示的不太好的 也不知道是我的手机的问题 还是这个游戏本身有问题 但是这个功能必须得有 那么玩3D游戏的话呢 就需要有这个手柄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柄了 不管是打游戏的时候 就算是看事情的时候也是需要的 那么这个手柄呢 它需要可以控制这个多媒体的播放和暂停 那这是一个太常用的功能了 我们在那看着看着视频 突然发现有人给你发了一个QQ 或者有人给你打电话还挺急的 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 打电话当然无所谓了 它这个电话的这个进程 会直接把这个播放进程给暂停掉 然后电话插进来 但如果是别人给你发了QQ 你又想回的话 那么你肯定需要暂停一下 播放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视频准备好之后呢 放到这个眼镜盒里面 然后再进行播放 不然你直接播放之后再放上去的话 等你戴上眼镜的时候 这已经放了半天了 这可当然也无所谓啊 不过这个就是用户体验的一些小细节 你考虑的越周到越好 然后呢 这个观看的时候 自然的也会有这个音量的问题 大小不合适啊 你自己用手柄去调 还有就是有很多这个电影 比如说一个电影 要一个半小时多 或者是各种动作片啊等等的 它只有中间某些 某些时段的这个节目是我们想看的 那我们前面这些啰嗦的剧情 我们就可以跳掉是吧 所以呢 要有这个多媒体快进的功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想扩展一下 这是我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体会哈 如果是用这个 不用这个专门的这个VR播放器的话 用普通的播放器的话 最好还是有一个鼠标移动的这个功能啊 可以进这个文件系统进行选择操作等等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也要实现一个摇杆控制鼠标移动 然后按键模拟鼠标左右键的这么一个功能 也是很有用的 然后就是游戏玩家 一定要有这个游戏手柄的功能 上下左右 然后开始暂停 然后这个AB键 还有这个AB键的这个连击 这个必须得有 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课呢 重点实际上 因为那个眼镜啊 我待会给大家介绍完原理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简单 这个重点还是在这个手柄上 所以呢 介绍这个手柄呢 它是蓝牙模块 那么我们就一块把这个键盘输入功能也介绍了 这让大家以后想做蓝牙键盘的时候呢 也可以规律本课程进行扩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看3D视频 3D视频里边还有一个这个360度全景视频 也是3D的 这个呢 是需要配合这个一定的APP去观看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眼镜也要有这个功能 就配合APP观看360度全景视频啊 操控界面啊 这个因为这个APP 我们不会带着大家去写 这个有现成的 而且写起来呢 也比较复杂 浪费时间 我们这个眼镜 大部分网上卖眼镜的 也是不自己去开发这个APP的 有专门免费的这个APP 它适应各大厂商生产的这个VR眼镜 所以我们直接下载那个用就可以 但是下载这个APP用呢 我们也需要这个 我们这个手柄与这个APP进行配合 操控这个界面 因为那个APP 我后面给大家介绍是挺好用的 它戴上之后 整个一个立体的菜单 就显示在你的面前 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这个手柄呢 为什么要DIY这个手柄呢 我们要做一个跟这个界面 相配合的这个手柄 我们这个难点来了 这个3D显示 3D效果的这个原理 3D显示啊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物体都是3D的 对吧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三维世界里面 生活在三维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的物体 就都是三维的 比如说3D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人能看见这个3D的物体呢 这是因为人的双眼 就左右眼是独立成像了 独立成像的时候 你看一下一个物体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眼间是有距离的 大约是接近七八厘米的样子吧 两眼间的距离就导致你观察到的物体 因为你这两个眼睛 不可能同时观察到一个物体的一个点 这样说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双眼间的距离导致你观察到的物体的角度有细微的差别 就它物体发出的光 一般物体不是自己发光 它是反射别人的光 反射的光到你眼睛里面 它是有个角度差的 这个角度差有细微的差别 大脑就通过这个 这个视觉差来处理成像 那么实现了立体视觉的效果 实际上 这个功劳全在于我们的大脑和双眼 两个眼睛就像两个探头一样 两个摄像头 这两个摄像头呢 同时看同一个物体 然后这个大脑是一个强劲的这个GPU 就是图像处理器 把这两个摄像头的采集的信号呢 进行处理合成 最后再合成成了一个立体的视觉效果 那么关于这个3D效果呢 我们最开始最开始接触到的是这个3D电影 3D电影是什么原理呢 大家去电影院都发现 3D电影是两台放映机同时播放一个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的光波振动方向是相互垂直的 也就是说你不戴眼镜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画面是模糊的 很奇怪对吧 它是从 从这个 电影放映厅的后面 两台放映机打出来的画面 投放在同一个画布上 我们不戴眼镜看它是模糊的 为什么是模糊的呢 因为你看3D电影的时候 必须戴上这个3D眼镜看 这个眼镜呢 它这个眼镜片上的两个镜片是不同的 它是这个偏光镜 那么偏光镜的话就是 同一个方向的震动的光才能通过 不同方向震动的光才通不过的 由于这个放映机放出来的光波是相互垂直的 那么你左眼的 你左眼 sorry 这里有个错字 你左眼是只能看到这个左放映机播放出来的这个画面啊 右眼呢 也是只能看到啊 最近搞智能东西搞太多了 说法都记住了 右眼只能看到右摄像机的摄像机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隔离的效果啊 左边只能看到左放映机的 右边只能看到右放映机的 那么这两个相当于两个独立的摄像头来取样 然后大脑对两眼的图像进行混合 重建 形成立体视图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看3D电影的时候 比如说看的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时候 你的你跟看普通2D电影是不一样的 你看3D电影你会更疲劳一些 因为你的大脑要实时的对这些图像进行处理 重建等等 那么你会感觉上眼睛和大脑都会稍微有一些疲惫 比看2D电影 2D电影的话因为它是个平面 所以就更好处理一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3D电影的这个原理 那么根据这个3D电影的原理 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要用这个VR眼镜看3D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这是两台放映机 我们从哪搞两台放映机呢 那么我们就用手机画面分屏 分成左右屏 左右屏同时不放同一个画面 这不就是一个两台放映机吗 那么人家这有3D眼镜啊 3D眼镜它左眼只能看到左放映机 右眼也只能看到右放映机 我们怎么实现呢 我们也是双眼独立观看的 我们那个眼镜中间放一个隔板 把这个再分屏 分屏的这个分界处 隔板刚好放在那 这你的左眼就完全看不到右眼的画面 右眼也看不到左眼的画面 实现了视觉隔离 然后呢再用这个偷偷镜 去调节这个焦距 使这个焦距聚到双眼上 那么这成像就呈现到双眼上了 这样的话呢 最后一点还是通过大脑 强大的这个图像处理能力进行成像 就变成3D的效果了 大家一看恍然大悟了 原来这个3D效果最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我们的大脑啊 实际上它是通过我们的大脑 来处理成3D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 你看到这两个画面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同一个画面 当你不用这个中间这个隔板隔离 视觉隔离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屏幕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不会变成一个3D 它都是两个2D的这个效果 当然了 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试了一下 我本人可以不戴3D眼镜 看这个分屏的视频 可以把它看成3D的 然后就对眼嘛 所以这个对眼比较累啊 我不愿意大家去尝试 也挺累的 所以还是去看眼镜实现吧 那么 对于我这种自带这个VR眼镜的人来说 就可以不买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不想这么累的话 还是跟着我这个课程一块做一个 还挺好玩的 那么这个显示的效果呢 我们实现VR3D的显示原理 和我们怎么实现这个3D的效果 大家都已经理解了 好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配套的手柄 这个功能怎么分解 那么很显然 我们这个手机放到这个VR眼镜里面了 我们已经用这个耳机 如果是用有线耳机的话 就已经连一条线了 如果你再连一条线出来 就已经快崩溃了 所以我们这个手柄呢一定是无线连接的 无线连接的话 手机上可以用WiFi 也可以用蓝牙 WiFi的话呢 你需要自己去写这个驱动 就把这个网络 网络传回来的这个特定端口的这个数据 当做这个手柄输入 而蓝牙呢 它有这个HID协议 所以呢 直接就可以当做这个人体输入设备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蓝牙接口 作为这个HID设备手机通讯 然后呢 我们这个手柄呢 刚才说了 具有鼠标模式 键盘模式和VR模式 还有游戏模式等等 在四种模式 那这四种模式呢 需要能够在各个模式之间的在线切换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重启这个手柄 这也是适应广大玩家的这个需求 那么这个手柄呢 它需要有这个方向控制 我们就用这个摇杆来实现啊 从网上买这个摇杆配件 然后要七个按键 一个是工程切换键 一个是开始键 一个是选择键 一个是 AB 当然还有一个我漏掉是方向键 四个方向吧 那么 这个我们这个手柄呢 它是由这个STM32程序 来负责这个功能切换的 这里刚才说的 这个是按键跟摇杆是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方向键是通过摇杆控制 所以这里不加入这个摇杆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刚好是七个按键 我刚才说错了 那个四个方向 由这个摇杆控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 STM32程序负责通讯和功能切换 因为我们这个键盘的话 它按键数量非常多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STM32 去通过窗口控制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分解到这里 这节课重点是 我们这个功能的分解 难点是那个3D成像的理解 相信大家有一定的这个工学基础和这个生活日常应该对这个不难理解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咯 咯 感谢观看